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如何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觉得当我至今还是 我觉得 明镜与点 sağ ol 你现在还没见过 跟上海去 她你们从里面来 讓他搬走 賣房子救人 那就快去吧 你還站在這幹嘛 剩下 房子賣了媽媽就沒地方住了 流落街頭無家可歸 可我也是你的媽媽呀 姆姆姆別操心啊 你覺得會有辦法 我知道你以為你爸爸著急 可是你也應該體諒你媽媽 你剛才跟我說 你爸爸被拘留的理由是 是職務侵占 嗯 警察來的時候是這麼說的 我剛才啊 自行的一個律師 那另外這個事情呢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他沒有經過不動 擅自把公司財產轉移出去 這叫職務侵占 也就是 取得你爸爸的罪名 而還有另外一部分 何自強送給你爸爸美國的房子 那就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關 到現在為止沒人提 不是這麼一樣啊 是不是從一開始 何帥就 故意沒說這個事情 那這有什麼區別嗎 那這有什麼區別嗎 那個房子 顧負 你相信 嗯 因為我之前要走的時候 把千年零萬祝福 讓我一到美國 就立刻顧負到自己的名下 這不怕是好事 也許啊 那個房子 還在何自強領下 如果是這樣啊 那就叫 只有心悔之意 而沒有受惠 就是啊 如果啊 何自強和何帥 再也不提這件事情 那你爸爸的罪名 可能就會減少一半 那咱們現在就去找何自強和何帥吧 找他們倆 哎呀 這樹枝倆啊 就像前世的原理 跟你不可能和解 何帥故意留著這麼一手 也是為了對付他順序 其實他不是衝著你爸爸去找 你爸爸只是牽扯他去找 他就是想 用不正當的競爭的理由 高高的叔叔 讓他叔叔和長 所以我想啊 能夠解開這個死結的人 應該是何自立 那所以咱們現在應該去找何自立才對 哎呀 我我我現在只是這麼一個想法嘛 啊 欲速則不踏 我覺得現在現在 你應該 應該做的事情啊 是我陪著你到門口 你別說 剛才跟我媽吵了一下 還真是有點餓 走 走 林山很勇敢 她突然要回到咱們這隊伍 本來咱們這好人一巴掌老 老弱並奇怪 對 少一個還是缺點什麼總結 是吧 現在林山回來了 咱們一巴掌 又可以鑽成一拳頭 既然一家人啊 那就是世界上最親的人 你放心 我們會共同努力想辦法救你爸爸 好 請追蹤 你要不是多少呢 就算我們到家 一點心 變得一樣 大家都不寬 能說還生了面 你快拿著吧 要不然大家都不高興嗎 拿著 不然我們幫不上什麼大忙 但是就是會點意思 拿著 拿著 你們真好 哎呀我都說了我不哭了 什麼時候說話說不舒服 哈哈哈哈 你這回有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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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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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忙着呢啊 啊啊吴总好啊 啊小猪啊 把外边那个桌子给他清理一下 啊 哎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文哥啊 哎文哥你怎么来了 你去看 啊 好文总 这个肠贵了我可不能要 你再说了 奖金灭发了呀 你说奖金奖金奖金就是公债发的那姓公 这是无歌的 是 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啊 皮肤要这么好 平时怎么就不想着装点装点自己 哎你这老公他就平时 他不会打扮打扮您 哈 他平时太忙了 男人说忙的都是这样 今个月他就像一朵花一样 这装的 下个月我再送你一条银箱点 这不配 两个小 吴总 我觉得这东西送给他们比较合适 你这小姑娘弹你的气质 陆姐 回头早点下班 晚上咱们俩一块 去吃个饭 吴总 真的谢谢你 我这九点下班 下早的不合适 再说 你说今晚要来买东西 关了门也不太好 是 是 我们生意不做了 我们钱不挣了 我还真不在乎那天 再说 挣了钱 家里不是也得有个贤费 这个真不能料 真的 我真不能料 真不能料 小梅 吴总 这 是我老公 黄敏 这是吴总 啊 你就是他老公啊 你好我姓吴 咱们见过面吗 你没见过我 我之前 经常见你 你不是经常到这儿来吗 那那当然了 这是我的店吗 我肯定要乘过来的 那个 兄妹啊 那个报表抓紧时间啊 好 着急看啊 你们聊 快走啊 哎 吴总 吴总您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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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 你干嘛呀 那是我老板 你干什么态度 我刚才什么态度 我我说的不对吗 他不是经常到这来吗 刚才还给你送礼物 不是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是说 这个点儿孩子都放学了 你应该回家了 我这儿九点钱 孩子放学了 你不回家你跑这儿来赶 你赶紧回去 兄妹啊 你平时回家比谁都激起 你不能跟那些小姑娘比 你现在有家也有孩子了 你应该早点回家 带我来赶紧回去 你选择 我来赶紧回去 你能抓着自己的 你只要去找老板 你会看老板 你还是别人 你也跟你去找老板 你不在哪 我像你来 梁叔 我今天来是想 跟您借点钱 我爸汇出去了一千多万 现在我妈也还不回来了 律师说呢 只要能把这些钱补上 我爸或许就能判得轻点 梁叔 我爸现在仍然是他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呢 实际有十个多亿 将来我爸出来了 你看 叔叔手头也很紧 现在企业经营很困难 叔叔根本没有资金周转 要不这样删一删 姑姑先从私人账户上借你一万块钱 不是借啊 是送先送你一万块钱 你看这样行不行 梁叔叔 你爸也是做企业的 现在受大环境影响 企业经营工夫 等叔叔手头欢愉一些 你全力帮助我 爸让你来来说 哎没事没事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不能不离来 那你接你爸你带你头啊 再有事情来找叔叔好不好 哎再见啊山山 再见啊 梁总 这个文件需要你签字 过来 你怎么回事 不打招呼就让他进来 他说他是林总的女儿 我知道您和林总的关系就 对不起下次不会了 没有下次了 林氏集团那四个股东 恨不得整死他 林氏忠这次是彻底出不来了 以后他再找我来 你就说我出差不在 听见没 好我知道了 出去吧 是 我现在是非常理解啊 您在母亲 儿子中间 挺左辣啊 不好选择 可是您这么左着不出面 这问题解决不了 本来一家人挺好的 现在好 搞得跟仇人似的 这这这 首先我谢谢你们啊 你们费心 其实我跟我妈哪大事 你们都知道了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我心里最过意不去的吧 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妈硬逼着我拿着十万块钱 你觉得这还是想当妈的 这事儿是有点过 怎么说这毕竟是自己的亲妈嘛 对不对 没有她哪有你啊 是是是 这我我我表态啊 好 我这妈呢 我不会缺她吃 缺她穿 该付的善良费 我一个字里不会吵 虽然我说其他名字吧 确实说不定 真实话呀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只是缺少情感方面的沟通 我的意思 你今天别做出 让自己明天后悔的事情 我有什么后悔的 可是她后悔了 她心里只有老二 这不不不错真的后悔 她亲口跟我说 相依 多谢啊 子丽 都是来相依陪不是的 当年你确实是出钱 把这房子买走了 我都糊涂了 我都给忘了 忘了是吧 你既然忘了就这样吧 我那十万块钱 就当打了水漂 这房子不是还是写的 您的名字吗 您到这儿来了 就把您的合同签子 不是我 相依 我记得您不是 这么跟我说的人 您面对儿子 就不好意思承认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其实我不是吧 我当年还生你的气 就是不想承认罢了 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 当然这事就原谅了 现在这房子不是还在 您的名下吧 这就不要过得我 我手下了 这样麻烦 您就签了吧 签了这事就完了 你看看 智利兄弟他就这样 就这么个性格 暖心的话吧 到他嘴里 说出来就像一个石头似的 你就是亲妈亲儿子吧 是 是亲的 我大小子这么大 第一次听你说亲这个字 妈 我刚出生 你就和我爸 帮我送到乡下奶奶那儿 真的在我 对世界的第一印象 我就是我奶奶 我经常觉得 别人的孩子都父母兄弟 这种想法我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想问你一句啊 我的小子待了这么多年 你跟我的妈妈来看过 真的我没有这个印象 其实不来看也好 我在农村生活的挺好 我有奶奶疼我 奶奶爱我 这就够了 其实我心里也没你了 真的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在我七岁的时候把我接回来 你知道你把我接回来我是什么感觉 我 我觉得我在家长了孤儿 你们心里只有何自强 我做什么都不对呀 我做什么你们都看不上 哪怕吃饭 写字 扫地 扒桌子 我 是对我的要看上你的脸 你没这个感觉 还有很小的时候 我说你们为了让何自强去上学 就让我去工作 我还很小 我知道 你们想让我工作 挣钱养家 哇 你疼我吗 你不疼我为什么要生我 你生我你为什么要不要我 疼吗 我的记忆里我我七岁之前是最美好的 真的回到这个家 我变得胆响我害怕 我真的我觉得我是个小偷你知道吗 我我是你的儿子 大小儿 你搂过我一次吗 妈 这晚上你跟何自强在上屋睡着 把我关在底下的小屋里 啊 你知道吗 小屋里插销过来 我害怕 我害怕有人晚上进来 我每天我忙着头睡觉 我在被子里 喀着我把握 我说奶奶奶奶来救 你听到过我 我听到过我 我听到过我 你你跟何自强在上有说有笑 该把我接了 我想问你一句 你是我的亲妈 我是你的亲儿子 我为了理解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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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自己的委屈 你想到当妈的委屈了吗 啊 四哥 四哥过来 我的天 nghi 因为我的脚肌 你带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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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然后我来 你带我来 关你 我来 嗯 嗯好好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们徐总出差了他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那刚才电话里他没告诉你吗 哦徐总的时间安排 我们也不知道 那应该九点钟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还在这儿吗 哎 明珊你别着急啊 你在想也许人家是真有什么困难 所以才会有这个态度 嗯 不行的话 咱们就再去找人家试试 你说呢 嗯 嗯 别难受 不是难受 我是真的不知道现在还能在找谁 反正现在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弃 你再好好想想 我一直排着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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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在想做你需要韩心的事 你回来 你干妈怎么了 我把妈怎么了 什么意思啊你 我有一个生日三长两半 我跟我没办 你干什么呀上什么手啊 爸你别管 不说呀 今天你奶奶要是有个三长两半 我跟你们家没完 没完没完你能怎么着呀和子强 爸你别管 你要跟你亲叔叔比划比划 啊来吧 天安板来吧 干什么你 不老太太在里边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你们这一个儿子一个孙子 喊着不喊着 要打架那个圆圆的啊 替你们丢人 老太太醒了让儿子进去 病人还好虚弱别耽误太久 哎好你放心吧 谢谢 爸你看见了吗 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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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叫那個兒子呢 咱在這干嘛呀愛演啊 走咱回家 你這話說的就不懂事 那是你爸爸的親媽你的親奶奶 這是什麼親 怎麼是客戶 坐下 我幫你 下集頭好不好 哎呀我叫急身體 越遠越回答你別在這好 好好吧 是 我什麼時候 把自己的兒子丟 什麼時候 當你把我倉到我奶奶那兒的時候 就把兒子丟了 十月懷胎 又生了個寶貝兒子 心裡真是歡喜得不得了 不知道怎麼疼他愛他 要是家裡面有特殊情況 怎麼說的 讓別人敷養 是 我也納悶啊 人家家也有送孩子的 送的都是老二老三 可你們卻送的是老爸 我想 也許你們是更疼自強的緣故吧 我身體的時候 我身體不好 沒有奶 只能為淫欲糊糊吃 你那時候瘦了呀 天天哭天天哭 可就這時候 又有了自強 你說這倆孩子 我怎麼餵的活呀 你奶奶從鄉下燒信來 說要把你放走 還養了一隻奶牙 還養了一隻奶牙 我當時想 與其你在那兒餓死 你還不如去你奶奶那兒 誰知道 就這麼一所 就把我兒子所丟了 在我奶奶家 你待就是親人 你們來看給我幾回啊 啊 你們心裡只有自強 有夠我嗎 那時候 你把我一個人掙工資 養過咱們一大架子 我也得打零工幫忙 我那時候就想 我要花這點路費 還不如多給你優點 書庫費 我知道你不是 到了你上學的年齡 我跟你爸商量 無論如何要把你接回來 你從小沒在我們身邊長大 我們要是把你接回來 也得好好躺 來補償 可沒想到 你一回來 跟我們連話都不說 你心裡只有你奶奶 你心裡想的全是你奶奶 我奶奶把我養大 她疼我她愛我 我心裡能沒有她嗎 可是你的心裡 有夠我嗎 把你接回來 我就跟你爸商量 這孩子從小沒在我們身邊長大 得好好疼她 好好補償 哪知你回來 你一天到晚都不會說話 有一天你換衣裳 我剛要大把手 你還想把我手打回來 心寒呢 你說 就你這個樣子 你讓我們怎麼疼你 你讓我們怎麼補償你啊 怎麼補償 不讓我考大學 讓我工作 讓我掙錢 讓我養家 讓我拿掙的錢 工資強去上大學 這就是你們的補償嗎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老太太跟老大說幾句話 你可別跟他纏我 你高考那年 你爸就查出來是胃癌 別撒謊 我爸是第二年才病的 第二年才住的院 你相信我 我絕不會撒謊 不信得我出院了 我拿你爸的病例讓你看 他就是那年得的被癌 但是他不讓我跟你們說 他也不去住院 他說兩個孩子上學 都需要錢 尤其是你 你每次回來 光我們要錢 都再三看我們的臉色 你爸說只要他一住院 你肯定就不關我們要錢了 我自己做的 我讓你上大學 你可以怪我 但是不能怪爸爸 他臨走的時候還跟我說 他最後悔一件事 就是把你送到奶奶那兒扶養 他還是 本來我們是兩個兒子 為什麼 這個兒子 我不會害死 你 你 那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妈在房子上 撒谎 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妈知道你的脾气 你也不希望何帅跟他说 打得不可开交吗 买了这么一坨房子 你说 这收着二人 要是闹出什么大事 咱这家就能不能够 后来我想 干脆我就做个恶人 你的理解和原谅我吗 喝水的工作我来做 我这样说 你和你当主走的时候 我都抢走了 所以 对 反倒是我 是我 周边你拿着 房子没过祸还是你呢 照片這是 你別告訴人何人 我一定是罩的 就是你把妹子 有三兩家一起跟他報合同 那我 你不是管我 你這大聲你幹嘛幹嘛 這多好玩啊 我說你們趕快商量商量 誰把這房子合同監了吧 別再偷腦 再偷就成盯子戶了 那個您走不走 您不走就成盯子戶了 我先走了啊 不信不信 怎麼不捨立開醫院呀 你再不走我已經開房 你還住是 哎哎林山你在哪 來這邊 你這別看我這房子老 這邊 交通也方便 環境也好 對面就是公園 這家剛搬走 我已經收拾乾淨了 給你們打開你們看看 嗯 哎好看一看吧 這個房子每月多少錢啊 呃一個月三百 怎麼個付法 壓一負三 你要是 住不夠半年的話 那押金就不退了 林山這地方你怎麼住啊 不行的話 去我那集集吧 沒事 什麼事都有第一次嘛 我能住 我這個房間裡面有廁所嗎 好廁所在下邊 這房子在那邊 啊 林山 啊我一會兒再跟你說 哎那你們還訂這個呀 在這 那個我們再看看吧 謝謝啊 謝謝啊 好啊好啊 你來這幹嘛 我來租房子啊 我準備把我們家房子賣了 不是這個地方怎麼怎麼住啊 這不安全啊 不是 走 哎 沒關係啊 別人能住我也可以住 那你乾脆租我家 你租這多少錢 給我多少錢 住你家 那你住哪兒啊 我住辦公室 我一個老爺們怎麼湊合都行 你住哪兒啊 來 走 走吧 讓你走的 您找我來什麼事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你說誰家的事情 願意讓外人的送單呢 讓我能幫得上 沒有 我知道我們家那點事 你也清楚 最近我天天在籌錢 籌來籌去還是五十萬 我知道這個錢 珊珊不會滿意 也不夠救他爸 我說完的確不夠 可是我盡力了 我的女兒不在乎我 她無法理解我 跟她爸爸感情的變化 可是我在乎她 我不想失去這個女兒 所以我請你幫幫我 爸爸我勸勸她行嗎 必須得我是有看法 因為我有別的人 不管這些年 我經歷了什麼樣的感情挫折 和愛過幾個男人 可他們都永遠無法替代 珊珊在我心裡的位置 她在我心裡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女兒大了 還有自己的路要走 可她就是我心裡唯一的寄託呀 我不想失去她 儘管她對我有很深的無解 無解 有無解 但我還是愛她 小長 一會兒她來了 我勸勸她 幫幫我勸勸她 好吧 我答應你 我我盡量的 一會兒她也來啊 來 太冷了 太冷了 組長 你怎麼也在這 你媽媽約我 她想讓我幫你勸勸你 你真的什麼人啊 多少 珊珊 你能不能不用這種口氣跟媽媽說話 多少 媽媽已經盡力 多少 還是五十萬 所以那個男人還是比我爸的性命重要對嗎 珊珊 珊珊 剛剛你媽媽跟我講了半天 這個五十萬啊 是她最大的限度 她盡了最大的努力 你別被她騙了 珊珊你在說什麼呀 我是你媽媽呀 我為什麼要騙你 難道我在你心裡 就是這種人嗎 你覺得你在我心目中應該是什麼人嗎 你拿著爸爸的錢在外面找別的男人 現在爸爸出事了 你寧可讓那個男人救著爸爸的房子 都不肯把房子賣了舊爸爸 我怎麼沒有賣房子了 房子都掛出去了 我也讓他搬走 這裡需要時間呢 不過這五十萬你先拿著 等房子出手了 我第一時間就把全款打給你 這不行嗎 房子能賣多少 八十萬呢 你一個人在美國 住著八十萬的房子 全然不顧我爸的送 那個房子也不是你媽一個人的 也是你爸爸的財產 那媽媽的事得很清楚了 已經挖著去了 這房子等一等 不是一兩天就可以賣得出去的 行了 我把銀行卡號打到你手機上了 你儘快打給我吧 媽媽明天就要走了 我爸生死未捕你就要先走 嚴重啊哪就生死未捕了 閃閃 這個離開店還早是嗎 最後的結果還不一定呢 是吧 要不然先讓你媽媽回去 不是要賣房子嗎 媽媽得回去把房子的問題處理了 開庭的時候再回來不行嗎 我來跟爸爸離婚去